2021年被缅甸军方推翻 现在正在被软禁的缅甸前国务资政翁山苏姬 传出身体状况欠佳的消息 有消息人士透露翁山苏姬她的牙齦肿胀没有办法进食 而且出现头晕和呕吐症状 但军方却只让御医帮她看诊 而不让她保外就医 那军政府方面对这一则报道也暂时没有回应 那缅甸的危机正是在今天登场的东协峰会上的焦点 路透社就报道东协各国的领袖达成共识 不让缅甸担任2026年的东协轮值主席国 而是由菲律宾来接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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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了解